大家伙早喽 7月12号 星期二 今天晚了 今天晚出来了20分钟 因为预报说 就差点20分钟 雨可能就变小了 果然啊 现在就是零星小雨 但积水没办法 排不了这么快 因为这个路宽了呀 也不好 那个踩水沟都在路边 不会有那么多 在路中间分布的 还有一个坑的水 你就只能等它往下渗 或者自然干 柏油路渗水是不太行的 在现在城市里新修的那种 渗水砖的那种人形路 还是挺不错 渗水 但是那种砖路啊 跑起来不舒服 我也劝大家少跑砖路 那天说上海马拉松呢 消息是国际田连的官网 定了个时间 但是不知道真假 因为每年都这样 上海马拉松一开始的路段 就不太好跑 我觉得有些相对有些窄 然后一开始也有这种专面的 步行街这种路 那天还跟大神聊呢 就说 马老师啊 希望说 特别喜欢马拉松比赛啊 起点跟终点在一起 太远了 确实 本地人可能还好 你要我跑北京吧 还行 很熟悉 跑完坐地铁就回家了 但有的确实是挺难的 我也能理解 好多城市就想 让大家看到整个城市的全貌嘛 城市又大 或许是其中点在一起 对赛事主管方也 也好组织 也不用运输 那条存的东西 看看未来怎么发展吧 停了这几年 科技在进步 不知道 今天我来看北京的 体育局的 发了个文 说 恢复北京小型的 体育活动 好像是一千人以下的 不知道能不能有一些 十公里或者半马的比赛 今天出来晚了 还有一个原因 本来都已经全准备好了 然后起来眼睛不舒服 一揉 这个右眼 发现眼睛眼镜不见了 这就特可怕 因为之前吧 有过这种经验 就是给揉到 卷到眼睛里了 我看了半天也没找着 地下也没找着 换了一个 也只能回去等家属起床 帮忙给探探了 倒是没什么感觉 不过之前有过这种经验 所以还是 可能屏幕前的您来不及了 但是有小孩的 一定眼睛比学习重要 我觉得 真的 好些东西 去了就再也回不来 人还是挺微妙 就是看看 不知道能不能进公园 忘带身份证了 就是只凭登记 看他让不让我进吧 不让我进 只能绕一圈吧 今天聊点什么呢 正好说到这儿了 就聊聊时间 像我这种训练强度的时间规划 我他们不能叫规划 就是分享一下我的小经验 好吧 今天还是两个相机 换着路 那一会儿咱接着聊 已经九公里了 在公园里 登记 带茶 就可以 就是相对麻烦 不像原来了 这家背心还行啊 现在其实一直在有 就特细的小雨 鞋也又都湿好了 但是背心 现在还是微干的状态 这个新材料不错 都是有评论区的 小伙伴问这个材料吗 我觉得值得入手 它唯一跟之前不同的是 就是你不运动的时候 穿上 比方试穿 你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觉得点像 就越来越不像布了 其他的没有什么 运动起来穿上没问题 我这架是S号的 我穿正合适 我建议您只要再比我重一点 或者高一点 就买M号了 像我那家白顶 红色闪电那个 是M号了 我穿又大一点 行 那咱们聊聊时间 比方说今天 今天起来我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今天早餐吃 打算吃点米 焖点饭 弄上定时 称米 应该得称重量 然后洗 再弄电饭锅 这是一个事 然后第二个事呢 就是这个眼镜 耽误了有十多分钟 等于这两个事 一耽误 其实时间觉得可快了 我今天是三点四十五 起到床 起来坐着喝咖啡的时候 发了条动态 那时候雨还特别大 然后去卫生间准备 这些所有乱七八糟的 全弄完 就要五点了 所以老说只蒸朝夕嘛 你们看到平常你们身边 超过他们 特别有意思啊 正说只蒸朝夕呢 就在公园里有好几个大哥 就像刚才那大哥似的 他就快走跟跑之间吧 然后盘核桃 这是只蒸朝夕 你们身边有一个月能跑三四百公里的人 真的都是挺了不起的 因为时间 它不是光跑步那点时间 还有前后的时间 我现在基本上每天 如果没有特殊的事 七点半 我就准备睡觉了 晚上七点半啊 差不多 90%以上的时候 在晚上八点之前能够睡着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 再加上训练压力大 工作也有压力 有时候半夜会醒 就没有原来睡得那么湿 差不多三点半之前 就几乎是自然醒了 然后三点多四点之间肯定起 像你说早上起来 人还挺多这个雨一小 你看不到四点起吧 其实 我早上起来 还不吃饭 就是 弄一杯咖啡一喝 然后稍微醒一醒 去个卫生间 穿衣服穿鞋 出门 怎么着怎么着 我得四十分钟到五十分钟 然后出来 我下楼就 出了小区就开始跑 全跑完一个半小时 然后 录制一下片尾 再回家等电梯 所有的 到家 这一趟从我出门到回家 差不多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 你们想 这早上起来 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两个半小时多的时间 就没有了 然后到家吃饭 吃完饭 七点多 然后做视频 做片子 全做完 包括字幕 得八点多 然后我九点半就开工了 一般我九点就开工了 就是工作的事 工作到 其实我们正常的午休是十一点半开始 但是我吃饭早 差不多我工作到十点五十 用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 弄一个弄一顿饭 吃 等于我自己把午休往前提 就往前错了 吃完也就是十一点二十 然后休息到十二点最多了 一般到不了 就开工 有的时候是开工 有的时候是先完成下午的训练 如果今天是我自己的时间 我自己的工作 不需要别人 也没有 也大可能性 没有人找我 我就出去跑一圈 跑回来大概是 要跑五公里 或者四公里 加上前后 穿衣服和洗澡 要四十分钟到三十五分钟到四十分钟 等于全回来 就得十二点四十 如果坐室内训练呢 会好一些 因为没有前面的时间 就是半个小时 然后开始下午工作 有的时候清闲一点 就下楼买个菜 不清闲呢 就河马 或者是其他的生鲜平台 然后差不多晚上五点 就开始做晚饭 晚上稍微认真做一点 怎么着怎么着 得做半个小时 到四十分钟 像有时候切呀 准备呀 都是下午抽碰 因为我工作性质 有时候会时不时 不确定的会有人找我 然后吃完晚饭就六点多了 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就睡觉了 像强度训练期 或者备赛期 我就不等家属回来 我们就分着吃 我就四点吃晚饭 因为要距离睡觉的时间 长一点 否则其实如果六点多吃完 七点多睡觉 一开始睡的时候 会稍微有一点不舒服 年轻人小伙子可能没事 这就是我的一天 就是我为了现在的训练目标 我牺牲很多 就几乎没有休闲 几乎没有 有时候约吃饭什么的 就是我休息日的中午 或者是最后一个训练日的中午 才可以 所以运动这事看起来简单 为什么好多人都说 健身房要找离自己近的 等等 好多零碎的时间 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长距离耐力项目不好练 大家真的加油干 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慢慢摸索 有的人早上有时间 有的人晚上有时间 是吧 7月12号清晨6点59 今天晚了 比平常大概得晚20分钟 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 一小时34 平均配速是430 心率是144 而受这个路面积水的影响 不是太能放得开 第一个训练日 估计就这样 算是热一下身 然后看明天的天气 不知道有没有雨 明天如果没雨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小的课表 不管强度大小吧 要是有雨的话 就还跟那次似的往后错 其实今天晚这20分钟 我就得回家就得特别抓紧 特别抓紧 弄个字幕 弄个视频 主要是字幕的校对 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像只要上午有事 要外出 就是你们看 有时候我视频 没有跟着视频发字幕 就是因为这个 就来不及了 行 然后家属呢 是因为也是希望能吃了健康 然后控制体重 因为家属没有太多的锻炼的时间 中午单位吃食堂 食堂油跟盐确实 十二十多比较大 大多数时候都是早上起来 我给做一顿 然后带饭 等于还有这个时间 基本上可以说 那天我就分析 有时候为什么精神压力大呢 基本上从三点半左右 醒来到当天晚上睡一觉 在这个过程中 基本上我是就连轴转的 我还有好多兴趣爱好 我弄弄三地打印机什么的 我也不午休不午睡 行 也还行 就是生活呢 保持一个节奏 为什么我总说 有时候期待比赛 你就大死来了 你们看 你们看这就是北京东三环 马上接近CBD 路边的人行道 你们看 我也不好说 因为这个道本身是 它修的强度 是不是为了走汽车的 但是因为一些 历史遗留问题 因为老楼老社区 没有地下停车场 那个时候谁家有私家车呀 这些楼都是八十年代中期的楼 所以就只能 这样 行了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前有比赛呢 就是 有一场比赛完了之后 可以有一段调整的时间 就每年的春天跟秋天的比赛 会把生活训练分成一个中期 这样的话呢 就像学生放寒暑假一样 张弛有度 不过这样也挺好 行 那大家加油下去加油干 雨天注意安全 咱明儿见